18年2月1日,张杰正式在微博中宣布,自己的爱妻谢娜在上海顺利诞下两位小公主,甜蜜的两人世界从此变成幸福的四口之家。在此真的要好好恭喜娜姐和杰哥了。六年的风雨共济终于迎来了她们爱的结晶。两位可爱的小公主欢迎你们来到个美好的世界。 众所周知,在谢娜刚宣布怀孕的时候,网上就有各种关于谢娜孩子到底叫什么的传闻出现。有消息称,张杰会给孩子其名叫张奈,因为奈与那谐音。可是如今娜姐一下生了俩,这名字该怎么取呢?当所有人都在张杰谢娜发愁时,有部分网友打趣的说道就叫杰哥和娜哥好了。既有张杰的名,又有谢娜的名,真是完美到不能再完美了。 对此小编表示广大网友还是很有才的,没准我们的杰霸真的会采用。毕竟小明是可以随意点啦。最后,期待两位小千金的大明和小明末。